你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每日一书,这期要分享的书是《成长的边界》,作者是美国畅销书作家,大卫·埃波斯坦,这本书非常深入地回答了,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做出杰出贡献的人,为什么应该有跨领域的学习经历和在实践中反省改进自我的能力?短期的走弯路,多实践,才能真正认识自己,找到最匹配自己的人生舞台。 本书横跨体育、教育、音乐、天文、艺术、科学、商业、医学、职场等领域,用世界上最成功人士的案例总结出不同于主流的成长路径,深入剖析过度专业化的弊病,最终对通才在人工智能崛起的时代所具有的重大意义,给予肯定。 先涉猎后钻研,多方尝试,横向类比思考和坚持自我发现的能力,才是这个时代开启成功之门的钥匙。 未来社会趋势万变,我们需要把自己锻造成一把多功能的瑞士军刀,用跨界不断拓展能力范围,让成长再无边界,未来无尽可能。 来看第一部分,为什么要成为通才? 作者在这本书里给出的核心理由是,通才具备了广泛融合各类知识并进行迁移的能力。 而生长出这种能力的根基,其实我们并不陌生,就是类比思维。 心理学家根特纳可以算得上世界级的类比思考专家。 他说,能够进行关联性思考,是人类能主宰地球的原因之一。 对于其他物种来说,建立联系是非常困难的。 类比思维能够帮助我们在面对陌生事物的时候,推理出解决问题的思路,甚至是理解一些自己根本看不见的东西。 虽然这种能力,我们并不陌生。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,实际上,我们并没有发挥出类比思维真正的作用。 大多数情况下,我们采用的都是表面类比的思维方式,也就是在一个相似的问题上采用重复的模式。 而真正有效的类比是你能够发现,几个毫不相关的事物之间,它们具备深层次的相似。 相对于表面类比来说,深层类比更加抽象,也更难学。 根特纳在美国西北大学做过一个实验,他邀请很多不同专业的学生,让他们给25张卡片进行模糊分类。 每一张卡片上都描述了一个现实世界中的现象,比如路由器是如何工作的,或者经济泡沫是怎么形成的。 最关键的是,每张卡片背后都有两个维度,一个是属于某个专业的领域,另一个是展现这个现象背后的深层结构。 比如,有四张卡片上面分别写的是四种不同的现象,需要学生们进行分类,身体出汗,人脑控制四肢做动作,美联储调整利息,还有一个是油价变动导致商品涨价。 这四张卡片该怎么分类呢? 实验过程中,很多学生就把身体出汗和人脑控制四肢做动作化为一类,因为它们都是生物学的范畴。 把美联储调整利息和油价问题化为一类,因为都是经济学范畴。 这个分类确实没什么问题。 但其实很少有同学能发现,这个实验还有另外一种更深层的分类思路。 比如,身体出汗来维持体温,是初中生物学的人体体温的负反馈调节机制,和美联储调整利息,就可以归在一类,因为都是负反馈循环。 而人脑控制四肢做动作和油价变动导致商品涨价可以归为一类,因为都是因果链条关系。 这些表面上不相关的事情背后,实际上深层机制都是类似的。 运用深层类比思维的共同指导思想,还能进一步迁移。 比如在军事领域上,有位将军就依据同样的原理打了胜仗,在一场战争中,将军需要带兵,攻打下位于国家中心的堡垒。 按军事实力来说,要拿下堡垒不是难事。 但是堡垒周围一圈,每条路上都布满了地雷。 无论选择哪一条,大军都无法通过,只有人数较少的时候才能安全通过。 于是,将军就做了一个计划,他把军队分成若干个小组,让他们分别从不同的小路接近堡垒,确保同时到达同时发动进攻。 最后,将军顺利攻下了堡垒,推翻了独裁者。 一旦掌握了深层类比思维,实际上很多事情都是一通百通的。 哪怕我们在某个领域是外行,哪怕某个事情压根没有可以参考的解决方案,我们也能够通过深层类比思维, 推理出相对可行的解决方案。 这就是通财的优势之处。 同专才相比,通财涉猎的领域更广,意味着他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进行深层类比思考, 从而建立一种看待问题的外部视角。 美国3M公司有一位发明家叫奥德科克。 他的一项突破性的发明,打破了一个有两百年历史的物理定律。 这个定律认为,没有一个表面可以从各个角度完美地反射光线。 奥德科克就在思考,能不能制造出一种薄膜,由很多层光学材料组成, 这样每一层都有不同的光学特性,可以自定义地反射和折射各个方向不同波长的光。 但是随后,奥德科克的这个想法遭到了业内很多光学专家的反对。 大家都认为,这是根本不可能的。 还有一本光学书,专门给出了答案,说,这种技术无法做到精确。 实际上,奥德科克确信这种做法是可行的,正是因为类比的深层相似性。 大自然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。 有一种色彩艳丽的蝴蝶,叫大蓝闪蝶, 它的翅膀上其实没有任何蓝色的色素,但是却能够散发出非常耀眼的蓝光。 原因就是,它的翅膀上有一层层薄薄的鳞片,可以折射并反射特定波长的蓝光。 那该采用哪种光学材料呢? 奥德科克从人们平时喝水的塑料瓶中得到了启发。 他说,每个人都知道塑料是一种聚合物,它天天都出现在你面前,但是没有人想过拿塑料制作光学薄膜。 奥德科克发明的这种多层光学薄膜,由数百层聚合物叠加而成,而且它的厚度还不到我们一根头发的宽度。 每一层聚合物经过精心的设计,可以反射、折射或让特定波长的光通过。 另外,这种多层光学薄膜还可以增强亮度,因为光线摄入多层聚合物之后还会反弹。 原本被认为不可能实现的发明,有了比发光材料更广阔的应用场景。 比如,在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内部,有了这种增亮膜,可以大大节约保持屏幕亮度的电量。 最后,人们就很好奇,为什么奥德科克可以做出光学专家都极力反对的发明呢? 如果我们回顾奥德科克的经历中,就会发现,他是一个通才。 他喜欢手工模型,是一名化学博士,曾在3M公司的激光实验室工作过。 他拥有的专利从光学跨越到金属加工,又跨越到了牙科。 这些经历让他拥有了一种外部视角,能够不局限于某个领域内的方法去看待问题,思维模式也因此更加宽广。 心理学研究已经表明,一个人考量的内部细节越多,他做出的判断就越极端。 当人们过早地发展专业化,一下子钻进去了,看待事情的思维模式就会越来越狭隘,看什么都像是我这个专业的。 比如,这些不断细分的专业圈就像俄罗斯套娃,按照不同的专业方向,人们被划分为某个子专业或某个子专业的子专业,实际上这是非常不利于培养外部视角的。 而且,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,真实的世界越来越复杂,对复合型人才的要求只会变得越来越高。 论某些特定的专业技巧和方法,我们比不过人工智能,但是要论广泛融合各类知识并进行迁移的能力,那就说不定了。 作者认为,某个领域的不确定性越高,拥有跨领域通财成员的重要性也越高。 我们过去常常听到的说法,比如赢在起跑线,尽早确定专业领域,或者刻意练习,实际上适用的都是一种友好的学习环境。 而当我们身处真实世界中,这是一种不友好的学习环境,没有清晰的竞赛规则,重复的模式时有时无,反馈可能常常滞后或者不准确。 作者在这本书中提到了一项研究,专门关注专材发明家和通材发明家,哪一类人做出的贡献更大。 结果显示,从二战结束开始的总体趋势是专材的重要性越来越强,世界的确是变得越来越专业化。 但是专材发明家的贡献在1985年达到顶峰之后,就开始剧烈下跌。 2007年才逐渐趋于稳定,但是最近又开始下降。 研究人员就分析,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,人们获取信息越来越容易,社会对专注于单一领域的人才需求下降了,更倾向于同时涉猎几个领域的复合型人才,也就是通才。 他们能够富有创造性地把各种知识应用于新的领域,实现突破。 因此,在这个时代,我们需要坚持把一只脚踏出自己的世界外,比刻意练习更重要的是刻意尝试。 第一部分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成为通才,那接下来,我们再来说说如何成为通才。 要想成为通才,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学呢? 想要成为通才,我们该掌握怎样的学习方式呢? 作者总结了一个观点,叫学习,快与慢。 给整个学习过程设置一个合适的难度,虽然看起来慢,但却是为了将来的快,这样才能够真正提高知识的灵活性和有效性。 灵活性有助于知识的类比迁移,而有效性才真正反映了我们对一个知识的理解程度。 首先,建立联系。 建立联系,指的是对一个理论,我们不光得知道怎么用,还得有意识地去学习,它从哪来的? 为什么能够被提出来? 除了能用在这个领域,还能用在哪里? 通过这一个知识点,发散地去学,拓展内涵和外延,进行深度思考。 那这种方法这么费劲,学习过程又慢,效果到底怎么样呢? 有学者在美国空军学院收集了十年内,一万多名学生的数据,得出了研究成果。 美国空军学院的课程以科学和工程为重点, 学员们需要接受高度结构化的训练。 学校每年都会安排学生学习微积分的系列课程。 为了检验教学成果,学生们会被随机分配到近一百位不同教授的课堂里, 学期末要给各位老师打分。 研究者们发现,在一些微积分初阶课程中,有些班级的学习成绩特别好,学生也给老师打了很高的分。 但是,在后续的中高阶微积分课程中,这批学生的成绩就比较一般了。 反而是那些在初阶课程中,通过建立联系的提问方式来教学的班级,学生后续表现更好。 但是可惜的是,这些班级的老师都被学生打了很低的分。 这个研究的结果,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,一定要避免把眼下的表现当作学习本身,现在的成绩是具有一定欺骗性的。 真正能够建立对知识的理解,能够举一反三,这个过程就是需要付出很多努力的,要不然怎么能把那些,看起来厉害的人和真正厉害的人区分开。 然后是交叉练习。 交叉练习,指的是如果你想要灵活地掌握知识,必须变换学习内容和情境。 这种方法被证实可以提高归纳推理能力。 当面对混合在一起的不同例子时,学生们可以学会抽象概括,把已经学到的知识应用于从未接触过的领域。 比如,有一项实验要求学生们完成一个钢琴挑战。 在0.2秒内,用左手横跨15个琴键,每个人有190次练习机会。 于是,有的学生就练习了190次,横跨15个琴键的手法。 还有的学生则是交替练习横跨8键、12键、15键和22键。 结果在最后测试中,那些做了交叉练习的学生,比只练习横跨15键这一动作的学生,完成时间更短,弹奏也更精确。 这个方法练习篮球阀球也同样合适。 有学者指出,如果你想要阀球更精确,其实更应该在离阀球线,前后个差一点的地方多多练习。 这种学习方式能帮助你灵活地掌握知识。 这种跨领域学习在广泛涉猎知识的过程中,反而会加深你对某些专业领域的理解。 好,我们再来看看有助于提高知识的有效性的方法。 第一,先测试,后学习。 第二,设置间隔期。 先测试,后学习,指的就是在学某个知识的时候,不要一上来就学习具体内容,而是先进行一个测试。 研究人员发现,通过这种学习方式,尽管很多学生给出的答案是错误的,或者是对自己的错误答案特别有信心。 但是当他们获得正确答案后,很明显会记得更牢,掌握知识的效果更好。 多犯错可以创造更好的学习机会,因为人们费尽地在脑海中检索信息的过程,可以让大脑为后续的学习做好准备。 这种努力是真实的,也是真正有效的。 设置间隔期。 指的就是,给自己一个刻意不练习的等待期。 你刚掌握一个知识点的时候,不要立马就进行练习,因为这个时候记得肯定最牢。 你可以故意等上几天,等自己有点忘记了,再去练习。 测试难度虽然增大了,但是这种方式能够帮助你把短期记忆转化成长期记忆。 2007年,美国教育部发表了一份报告,在一堆五花八门的学习方式中, 他们想要明确哪些学习方式是真正有科学依据的。 结果就是建立联系、测试和间隔。 因为只有通过这些费劲的方式,我们才能真正掌握,把知识应用到不同领域的思维模式。 好了,这本成长的边界就分享到这里了,我们下期再见。 再见。 再见。